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這場選舉現在看起來 不論是昨天甚至前幾天 我們每天都在討論 甚至有網友在裡頭說 現在看起來這場選舉 就是一個復仇大戰 而這樣的復仇還變成是 你跟我之間的絲綢 在互相抱 互相起底 還有挖更多的蒼疤出來 但是實際上的主軸 我們已經聽不到主旋律了 高桓安的部分 其實呢 最新的進度就是他昨天又被挖出來說 你要去世界高中演講啊 結果高桓安這邊 還有原本的鷹黨整個放出來你去聽 他就沒有講到他去世界高中在演講 他就說他去世界高中的時候 有很多的鼓勵 那校方其實也特別說 他們就是用這個常過來這邊參觀的狀況 民進黨出了這張梗圖 結果這又是一個新型的 大型翻車現場 由於他們要緊咬著高桓安 還不惜說出了謊言說100次 也不會成真啦 你的高談闊論 都是假的 那其中整理的這一大堆 就有第一行就是說他去世界高中 明明沒有演講 只是參觀你怎麼好意思說演講呢 結果下面當然就被大家給朝聖了 包含像是翟神朱水痕就說 你民進黨公啊 小編說一次謊可以賺一元的話 可能現在比 蔡英文還要更有錢 謊言說100次也不會成真 那到底為什麼你 民進黨要說謊呢 我們等一下會問一下楊明哥這個大型翻車現場 但我要先問一下賓哥 這鋪天蓋地的 我們發現到一開始好像以為抓到了一個主旋律 後面打這些代表他們也開始越來越慌越來越不知道要怎麼打了 其實今年是我觀察選舉這麼多年來我看到民進黨最離譜 他今年完全在亂打 我不知道亂打什麼東西 沒有組織了 對越打越好笑 看起來是完全慌了手腳 老實說2018年的時候 他們都還沒有慌成這個樣子 今年真的是 亂慌一通 而且 就是 你會發現民進黨已經完全失控了 就是他的本來應該作為輔助角色的側翼 現在反而反客為主 現在變成主力 然後這些主力亂帶風向帶到已經民進黨被迫要跟著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你看 那個 自由時報 這一篇本來是自由時報報導 對 說他去演講 結果呢 人家一去看影片 根本就從頭到尾人家就沒講演講這兩個字 就自由時報也很厲害 就偷偷把它改掉 沒錯 新聞標題已經改了 對用偷偷的方式把它改掉 然後大家就繼續翻車 然後很多人還揚揚得意 到現在都還在講 然後 這個什麼 什麼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啊 或是這些東西 奇怪 高文安有講過這句話嗎 他有說那篇論文是我 我才是第一作者嗎 人家也沒這樣說 那你們自己要講 然後人家講明明就只是個Model 你偏偏自己要去加56k 那我就覺得 你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現在就變成自己射件自己畫版 然後自己在那邊嗨 可是他們越嗨其實是越窮 你知道 在我看來 他們現在整個已經完全翻車翻到一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然後只能夠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頭不斷的取暖 那這樣取暖的結果 其實只是讓他們 所支持的候選人越來越難堪 反而制度越來越低而已 我覺得我個人是覺得 經過這一波他們去打高宏安啊 高宏安的聲勢恐怕不跌反 反深 為什麼因為本來新竹市是一個 相對六都來講比較小一點的地方 過去在選舉的時候從來沒有被人家這麼重視過 我跟大家坦白講 當年林志娟選上的時候 說真的我根本沒聽過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新竹市有一個姓林的民進黨的選上 然後他是誰完全沒有概念 然後 今年這一次 大概是新竹市選舉有史以來最被關注的一年 然後非常多的人都來關心這件事 然後高宏安 過去沒有這麼高的知名度 雖然他幾次有嗆隔魁啊 然後有發表一些言論啊 網路上很多人滿欣賞 可是一般社會大眾其實對他印象沒有那麼深 可是經過這一波之後 民進黨的側翼 成功的讓高宏安獲得全國性的知名度 讓全國都關注他 也讓更多的新竹市民 可以好好去檢驗 這個沒有自稱學霸 然後卻被人家稱為學霸 然後還抓起來羞辱的高宏安 到底是有真材實料的人 還是 其他的候選比較適合 我覺得這是好事 讓大家 仔細的拿放大去 去檢 放大鏡去檢驗一個人 就看看高宏安是不是經得起考驗 我覺得OK的 那至於 民進黨要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頭嗨 我覺得就讓他們去嗨啊 但是兵哥你剛剛說就你的觀察 你從來沒有看過像這樣 你說你剛好強調2018年也沒有這麼亂 那這次這麼亂 是因為他們有了2018年那一次的先例 他們覺得不能這麼放鬆 然後所以這次毛起來各地出征 還是說這是獨立事件 沒有我覺得不是 而是2018年的時候 民進黨雖然 身勢很差 可是那個時候還是有黨 帶頭領導 黨決定主攻的方向 然後側翼跟著打 可是這次是完全反過來 這次是側翼反客為主 側翼在前面帶頭衝 然後主力被迫跟 然後變成不跟也不行 所以才會出現今天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 陳時中非常無奈的回答 我覺得 這超級爆笑 等於你看 現在是側翼在前面到處亂衝 亂打 然後主力 民進黨的人在後面到處插屁股 現在變成這樣一個 非常可笑的狀況 老實講我一直說 在台灣生活真的蠻苦悶 現在我們 人民大概絕大多數人 唯一的生活小確幸 就是每天看了民進黨的側翼怎麼亂搞 然後怎麼出糗 怎麼樣把 民進黨搞得更 進退尾骨 搞得更 里外不是人 我非常期待你們繼續努力 側翼們加油 感謝何先生在島內 他說這鳳馨姐昨天爆料說當年在 金華酒店開房的爆掛小黨不到一天就破了10萬觀看 目前這爆掛的小黨衝最快的一次 可見我們有多愛看八卦 當然也感謝大家的捧場 他更想說這女人又何苦為難女人呢 確實啦 我們等一下還會讓大家聽聽看 今天大家是如何拿著周玉寇這個名字 跑去問陳時中 然後陳時中 變成是在回應 周玉寇的題目又回答了幾題 但是剛剛的今天早上 其實我跟姚明哥聊天的時候 那姚明哥也跟我說 又一次的翻車現場 那即便呢剛剛提到自由時報也敢標題了 相關的梗圖也趕快偷偷巧巧的去改了 還是有很多這下面的這些側翼分不清楚 或是有很多網軍也分不清楚 漫無目的漫無章法直接攻擊 但打到這麼小的點 其實老講已經不太具備什麼樣的殺傷力了 那剛剛也提到說 2018都還沒有像這一次這麼混亂 這一次的側翼各自為政 是不是跟這個蔡總統的這個第二 等於說他已經不能再連任了 後小英時代的跛腳也有相關呢 我先講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其實是 我覺得身為一個媒體人 我覺得我必須要譴責自由時報的記者 那是不是惡意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觀察 因為 本來他沒有講的話你把它塞進去 而且他是用逐字的方式 他那個新聞的描述是直接框他講話 說什麼 像新竹也有世界高中 我也看到我也跟他們 我演講時也跟他們鼓勵 他是直接在他沒有講的話直接加進去 結果現在被罵了 結果他把這個標題改掉內容有提到演講都改掉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知道 當初他們去問 他這篇新聞裡面還去問了世界高中校長 他當初去問世界高中校長 就是說高宏安說他有去你們這個學校演講 你怎麼看 就那個校長說沒有沒有他那天是來參觀 沒有來演講 結果你知道那這一段他改成什麼嗎 他說 高宏安確實有來學校參加街牌活動 然後呢 並沒有對學生說話 他們改成說話 其實你說這個 一個立委到學校裡面去參觀 他有沒有對學生說話 校長可以全程掌握嗎 不可能嘛 而且你知道就有網友直接把高宏安臉書上面就有貼了 他有跟一個同學在互動啊 是啊所以 你知道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其實是一個很廉價的假新聞 結果 居然被我們的執政黨拿來做梗圖 還做兩次啊 昨天先做第一次 做官 光是這個 這個世界高中就做第一次 就是演講有沒有 就演講的啊 龍是假 先罵一次 然後晚上再做第二次 這個 這個叫大禮包 把好幾個 混在一起 對 我不禁覺得喔 這個只能用這個林佑嘉的說謊的歌詞喔 來改一下 我沒有說謊 我何必說謊 你知道的 我缺點之一 你就是很健忘 執政黨很健忘啦 他都忘記了啦 但是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呢 所以我覺得今天 執政黨真正的問題喔 從林志堅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在講林志堅論文有抄襲的時候 林志堅說什麼 抹黑 潑髒水 好 當時我們的執政黨也做了很多梗圖啊 對 有沒有 原創有沒有 絕對是原創 對方還有什麼 還有寫謝字 感謝林志堅 什麼什麼 做一大堆陳明通幫他背書 你看 就是用梗圖治國啊 結果呢 兩個學校的學輪會 通通把林志堅撤銷了 哎 民進黨有道歉嗎 蔡英文有道歉嗎 林志堅有道歉嗎 都沒有啊 這個黨已經沒有反省檢討能力 現在還要去污衊別人 我真的覺得我看到這整件事情我覺得很荒謬 執政黨的黨如果今天是用側翼喔 比如說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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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良什麼什麼官的什麼 粉專啦 什麼什麼 無良公關 什麼拖杯子的什麼檳榔啊什麼 這種也就是 你讓這些側翼去打用這種梗圖也就算了 他們本來就不入流嘛 還要用匿名什麼翁達瑞這種咖 去打就好了 你是民主進步黨的官方 官方粉絲專頁 你是代表你執政黨的立場 然後呢 接下來你看這樣的圖做出來就會有很多的 民意代表就會把它分享出去啊 就會有下面說哎呀高雄安真的很壞很壞很壞 我必須要說 這種人格毀滅戰喔 今天打論文我覺得OK 就是說你去質疑他論文好不好 民進黨趕快請你們的美國黨部 去他們有 民進黨在美國有黨部啊 趕快去辛西納提大學提這個 巨民檢舉嘛 就去檢舉看他們學校要不要把他的這個博士論文撤銷嘛 就這麼簡單啊 學歷騎士嘛 就是在玩這個相同套路 因為他們中間打到補習歪樓了 復仇者聯盟的規格喔 所以我想這個高雄安到現在還能夠撐得住喔 那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他真的會當選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他真的沒有犯錯 只有這兩種可能嗎 為什麼 他又會當選才要一直打他啊 那 他沒有犯錯才撐得住嘛 所以我說現在大家就是繼續看下去 看接下來 這個執政黨還會用什麼手段 還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污蔑的方式 去攻擊在野黨 我們就是繼續看下去 我們也先感謝一下我們的一些網友的 這個抖內啊 不是攻擊啊 差點講錯啊 感謝我們的肚肚的這個抖內 也感謝何仙仙的抖內說 成王敗寇 感謝各位用抖內來攻擊我們 但郭敏委員 其實現在這個前立委郭正亮呢 他也 說他內部看到一份民調嘛 那根據綠營這邊做出來 就是說高鴻安大概領先 沈惠宏大概五個百分點 所以他們才這麼急 那因為高鴻安目前是領先的 他說如果不打鐵趁熱 把這個高鴻安的料再多抖一些出來的話 這選舉就結束了 那國民黨這邊的策略呢 當然我們也不能夠讓民進黨 一面倒的去出征高鴻安 然後林根人在裡面好像成一個 沒有聲音 沒有聲量 甚至沒有新聞的人 我覺得在看這個 就近新竹的選情之前 應該看整個 整個我們整個台灣的 這個整個 目前的現狀來看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但是在講打擊高鴻安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一貫的一個策略 因為大家都知道前一陣子 對於這個疫苗的部分 造成我們的傷亡的人數 然後對於他整個採購的部分 然後甚至於陳時中的這個偷窺的事件 本來是沸沸揚揚的 大家希望你能夠檢討能夠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可他記不記得這個整個的議題呢 在不管是高鴻安的這個事件或者是桃園的這個 這個羽球場的這個整個 消化板崩塌的這個情形呢 就把陳時中他應該要說清楚講明白的一個事件呢 全部大家好像都被淹沒了 好像陳時中又開始是可以在那邊潛伏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呢 是他的整個 與其我來看說到底是民進黨慌了 還是說他是囂張 我會認為民進黨真的是很囂張 他已經對於他自己 任何的一個政策的錯誤呢 他都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他只要在事後呢 再燒起另一把火 另外再起一個議題 然後呢把大家的注意力呢 轉移到那個議題之上 他就可以跳脫了 我們從陳時中的實際上面的情形 到今天為止 陳時中有沒有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沒有 甚至他跟這個周易後的這個關係 到底是什麼樣 民間提出來的很多的疑義是怎麼樣 他有沒有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沒有 他把整個戰場呢 先是把台北的戰場 他導入到桃園的部分 然後桃園現在又開花到新竹的部分 但簡單來講呢 如果我們回到 從新竹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 除了囂張之外 我覺得也是可惡啦 為什麼 如果大家去回顧過往 民進黨他為什麼能夠打 選戰的時候他都可以打贏 因為他始終 拉出來的是分裂 分裂 跟仇恨 從一開始早期的時候 阿扁時期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時候說 這個省級的一個差異 你是外省人 我是本省人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 職業的差異 就是軍工教 把軍工教打倒 然後呢 勞方 資方 然後接下來呢 再帶入 世代的仇恨 然後就講 就是說 你現在的這些的勞保也好 勞退也好 然後這些的 費用不夠 就是因為你18% 就是因為你 這個老的一個世代 吃掉了新的世代 所以呢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你看看 每一次的選舉 拋出來的 從來不是族群的融合 從來的都是分裂跟分裂 那在這一次呢 碰到新竹地區 他丟出來的是什麼 其實 為什麼 公安出來道歉的一個原因 他講的就是 好像你是人生勝利主 那我們不是人生勝利主人 都不要投給你 人生勝利主 所以你看他能夠把 族群呢 能夠把他再拆成勝利主 跟不是勝利主 然後現在 完全不去談 不管是市政的建設也好 其他的問題 完全都不去談他 因為自己的人 有抄襲的情形 他就 一定要把別人也拉進來說 是抄襲 然後當別人在證明 他不是抄襲的時候 就把他轉移 議題到說 喔你覺得你是人生勝利主 你了不起 所以呢 我們不是人生勝利主人 就不要投給你 但大家看看 有沒有必要這樣做 沒有必要這樣做啦 美國 早期之所以能夠強大的原因呢 就是他把不同的族群的人 他能夠把他融合 可是今天台灣 我們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本來 人家講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 是人 可是我們看到民運黨 他在執政之後 台灣最美的風景 是人嗎 感謝好 現在董內說 中央沒有換人 再多的黑幕剪掉都不會辦的 你看新竹棒球場 剪掉動了嗎 但是龍介告韋哲的案子 剪掉也沒動 倒是這宜蘭的剪掉 動得超快的 非常感謝 您的斗內 對貴敏委員 我們就順便要來問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也知道 昨天開議了 那下禮拜二 你們應該要讓 蘇貞昌上台了吧 因為這主戰場 遊力院這邊 來重新發球 讓選戰 重新開始吧 不然任由這些 側翼 然後政治人物 還跟著側翼一起 倒進去 其實都不是一個 健康和舒服的政治環境 對 跟民眾報告就說 昨天的確立法院 他是開議的 本來昨天也排了 這個蘇貞昌院長 他應該上台報告 可是民眾可能不了解的 一個情形是 在立法院的整個的 流程當中呢 常常行政院 他上台報告 如果大家回去看 舊的這個國會頻道 你會看到 他就是一個過場 他只要上台 念了個五分鐘 甚至有時候 還一分鐘不到 然後他就結束了 所以昨天國民黨 並不是杯葛 他的意思的 這個進行 我跟大家特別報告就是 昨天是希望透過 這個議事的規則 然後去跟這個執政黨 能夠達到一個 朝野的共識 什麼樣的共識很重要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到底疫苗的採購 國家的錢 有沒有隨便被濫用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在朝野協商的過程當中 能夠達成共識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其實是什麼 最重要的 後面沒有出來 但最重要的是說 你3加11的破口 你疫苗採購的 這個實際上面的情形 你為什麼封存30年 這些我們在民間 討論了半天 民眾很想要知道的事情 在昨天 並沒有達成一個共識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遺憾的事情 甚至調閱小組 應該要重新啟動 我覺得才能夠把 事實的真相查出來 你只有把事實真相查出來之後 你才能夠遏止這些的高官們 日後再繼續濫用國家的一個資源 然後用這些的不當的一個手法 去掩飾非法 然後再加上 透過這個一條邊的一個方式 就是由這個議題的設定完 然後這個 明代出場 然後接下來媒體出場報告 報導然後再接下來 這個側翼的進入的資源等等 這些的一條邊的方式 我覺得只有在 你真正的把所有的訊息 很正確的拿出來之後 整個公開於明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 防疫還有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 接下來我們看到 很多的 又要開了 對又要開業 然後很多的這個錢 然後去年操增了4400億 民共跟民間拿錢 拿了4400億 我已經先問了說 那你今年會不會操增 以今年全球景氣不佳 物價通膨 然後我們看到美國升旗 他把全球的 資金都吸回美國 你看到就是 整個亞洲地區 或者是新開發國家的地區的 所有的資金全部都回收 到美國 然後美國要爭取 他的這個不管是軍事也好 經濟也好 科技也好 全球的霸主的一個地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很重要的是要 把我們的錢 既然外資不能夠進來 我們自己的錢要鞏固 他不能夠再繼續亂花了 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執政團隊 你還沒有心 還不知道國際的趨勢 然後還在所有的心力 全部都花在選舉上面的話 我覺得台灣 真的會往下沉淪 這個才是我們最擔心的 另外我們也感謝一下 我們的王的斗內 宋仲基的斗內說 期待漢廷議員 可以把志明跟宇春招的這個歌詞呢 改成是周玉寇跟黃玉嬌的故事 他說今天 來賓超棒的 給大家一個這個感謝 跟斗內 那漢廷議員 因為那個 要改歌詞應該沒有那麼快 那你慢慢思考一下 但是我還是要先問你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人在說 王軍這麼慌 還有一個點 是因為現在空戰 是不是沒有效了 空戰之前我們都知道在北市 最常使用 那當然桃園這一次也很希望可以來用 那這一次已經有三個縣市 在民進黨的部分已經炸開了 就是北北桃 那藉由打高鴻安 無論怎麼打 打得好與不好 就算打歪了 或者是 跑去站了補習班這些族群 沒有關係 至少你往那邊打 就可以讓北北桃的選情冷處理下來 你怎麼看 這很多人在想說 周遇寇為什麼要這麼做 或者這些側翼到底是怎麼想的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這些側翼 偉大不掉 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 思考跟想法 為了自己的收視族群 管理最後民進黨 整體的死活呢 那再來一個有趣的是 相較於過去 一些 主戰場 或者是 主戰略 或者是主打的攻擊點 好歹也都是由民進黨所謂的 中央廚房 或者由黨中央一邊 或者小英身邊的一些人來給予一些建議跟 下指導期 但是在這一次的選舉 可以發現 就是整個民進黨中央的幾乎是 空的或者主要的 論述跟戰場 不是由民進黨來做選擇的 那也不是由在野黨來做選擇 當然有幾個是比如說 民進黨一直處於很被動的局面 就包含是 論文 然後或者是 或者呢 是桃園的羽球中心 或者是 公廁 就這些議題 基本上都不是民進黨主動設定 它都是處於挨打的局面 那即便是要攻擊 也往往不是由民進黨的正規軍來做攻擊 往往都是由側翼 而且呢 甚至奇葩的是 現在的選戰 幾乎是由 周遇寇來主導 民進黨的選戰 這是令人覺得 非常荒謬 對吧 那選戰 台北市的選情 主打的議題 不是由陳時中來主導 然後也不是由小英的團隊 也不是由洪耀福來做主導 竟然是由周遇寇來左右 我們台灣的選情 尤其是 北台灣的選情 這周遇寇心裡一定覺得 非常的高興 因為他就是一個希望能夠博取版面 博取民生的人 即便外面 現在呢我們大家對他的一些 攻擊 或者我們對他的一些指教 我們說你看這個投給陳時中 就是投給周遇寇 周遇寇覺得很高興 很光榮 他在自己的臉書上說 當初也是說投林靜儀 就投周遇寇 結果林靜儀大勝 所以 他覺得自己呢完全可以給陳時中 正面效應跟正面加分 往往人都會有一種認知失調 跟一種錯覺的存在 這也是很合理的 對吧 就是病情太嚴重 有時候也是需要看醫生 好 那麼就好像很多人都問 那周遇寇這一切到底是 為什麼呢 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有什麼目的嗎 好 這時候再跟大家舉一個故事 有一架飛機快要墜機了 大家都很緊張 不知道該怎麼辦 飛機快要墜機 大家都很恐慌 突然有一個瘋子跑出來說 大家不要怕 抱緊了兩個馬桶 就往外衝 請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是個瘋子 所以做事情是沒有理由的 大家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問我說 周遇寇他這麼做 是不是有一些更深的考量 就只能說有些事情 就是沒有理由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揣測 一個 瘋子為什麼要抱著兩個馬桶 往外面丟 這一切都是不能理解 那當然我們 還是從客觀的指標來講一下 會不會真的有一些什麼 陰謀詭計或者是一些長遠的部署跟考量呢 說不定有 是什麼呢 因為未來 依照目前的這個選舉來看 是整個 目前北台灣民進黨極有可能大片失守 台北也守不住 新竹也守不住 桃園也守不住 在這個狀態之下 小英的地位 一落千丈 正式跛腳 賴清德即將要接班 所以內部有很多人早就已經開始對賴清德表忠 然後呢 劍指 2024 那在這個期間 你看當小英 跛腳的時候 當民進黨2022 如果選情不好 那一定黨內就會有各種所謂的 檢討跟批評的聲音 那麼這個檢討的批評聲音 只會有兩種 第一種呢 就是針對 軟弱派 就是英派發起 針對軟弱派 都是你當初不跟著進攻 所以我們才會輸 另外一派呢 真是反過來 都是你當初攻得太激進 所以才會輸 那麼如果是前者 就是鷹派占上風 那麼誰可以掌握鷹派的唯一話語權 就只有周一寇 因為當綠營大敗的時候 就死終的一定會繼續跟隨 就是周遭的就是邊緣的 淺綠的就會離開 但之後越深綠的又會跟隨 所以這個時候呢 誰越能代表深綠 就誰在這過程當中 打的 被攻擊的最兇 誰最衝鋒陷陣 未來就有可能會得到更多的資源 所以周遇寇此時呢 其實是卡住了一個位置 就即便 別人笑他太瘋癲 他笑他人看不穿 怎麼樣呢 你看我現在就是綠營唯一代表啊 對吧 我就是血佔 講萬安 血佔高鴻安的第一代表 所以未來呢 這個他就會擁有更多的資源 綠營就會越來越向他靠 你看他的這個收視率越來越高 所以即便有很多人已經看不下去了 可是呢他本來就不在乎 黃國昌罵他一下子兩個小時就有兩萬個在 這在昨天晚上看到 綠營很多人看不下去 王浩宇也出來罵他 黃國昌也出來罵他 有些人 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但是周遇寇不在乎 為什麼因為他們就是盡量在切嘛 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最後面這個剩下一點點 即便在大選在縣市首長要這種 取得過半選票 最後會輸 可是呢 在未來當綠營要再起的時候 靠著什麼 靠的就是這些 極端的深綠的 以及這些 較為不理性人的支持 所以誰 越不理性 就能夠在這個小圈圈當中 獲得更高的地位 那當然我也不覺得他有這樣的智慧 但是說不定這樣走下去 他能夠獲得 這樣的收穫 感謝何仙先幫今天這個漢廷議員還沒有講的話 已經先幫他講出來 他要我一定要照念 他說 勢林北投唯一租廚侯 侯漢廷 遠山棒 非常感謝你的斗內 感謝我們的方玉蘭的斗內 那 基本上現在其實在我們的紫瓶已經破壞了網友在看了 那我們要問一下 其實就像上禮拜六大家也還記得吧 那一席台積電的不良率 就跟他的新竹棒球場 一樣的那個小制 他現在開始要變成常態性的 代狀的出現了嗎 賓哥啊 其實這個我們看到林志堅昨天也預告了一下 他接下來排得滿滿的行程 9月24號 10月1號 10月15號 10月20號 換句話說今天禮拜六 他也要出現在 這個還看關心公園裡面的紅鼻子馬戲團的表演 他現在要以一種親子活動的方式強勢的付出了 不知道是不是黨內做出來的民調對他現在那上一次出來加持很有用 或至少他又把這戰場打得更混亂 讓大家是忽略那一些 不管是在新北把13行叫成14行的政治人物啦 會在台北市持續跟周玉珠難分難捨的陳時中啊 但是呢這樣的一個親子活動的洗白 是不是要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大家 小孩的教育真的不能等呢 兵哥 其實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大部分的地方都集中在公園 因為這就會回到他的主戰場 因為他以前初號叫公園街 就這麼開公園 所以他現在就回到公園 他大概覺得 到這邊他比較安全感嘛 可是 說真的啦 你去搞這些馬戲團 去搞親子活動 當然也是一個點 問題是 你是要去教小朋友什麼 你是要告訴小朋友一個勵志的故事 好好讀書 沒有我從小抄襲一樣可以當市長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還是 作弊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可以選市長 你要教小朋友這個嗎 不然的話你到底要教小朋友什麼東西 很勵志嗎 所以 到現在這個人還沒有承認 他還沒有道歉 還沒有認錯啊 還在那邊說自己沒有抄襲 這個人不就是這樣的一個榜樣嗎 然後講如果我是家長 我聽到我小朋友去這種場合 然後要跟這種人會面 那我會叫我小孩子不要去 是真的因為這個人是個壞榜樣嘛 然後要不然就是我小孩子去的時候 你看你看那個叔叔喔 就是抄襲現在被人家罵成這樣 就是這樣我大概只能這樣丟小孩 不然怎麼辦 這樣難道要我的小孩學他一樣去抄襲嗎 然後搞得這麼丟人嗎 要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林志堅如果 有一點羞恥心他照理來說應該他要躲在家裡頭閉門思過 他去想想看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然後思考清楚之後出來跟社會大眾盜竊 然後好好的重新再出發 我相信社會會給他機會 可是這個人完全沒有反省的能力 到現在沒有認錯 還自鳴得意還這樣子還要去 搞什麼親子活動 你都不覺得很丟人啊 林志堅你真的不覺得自己很丟人嗎 他告訴你看他說 看到許多家長帶著孩子來到現場 他講的是他去沈慧紅的親子場 一起看表演一起歡笑一起度過美好的週末夜晚 很感動也很欣慰 這才是選舉應該有的樣子 所以他是出來散播歡樂散播愛嗎 也不是啊 你看他人家講得很清楚他的目的還是為了選舉 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搞了半年對你來講親子活動不是最重要 重點是還是要選舉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在台灣難道只有選舉這件事可以做 你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嗎 你就不能好好去思考一下 你人生的下一步該怎麼走嗎 你只有選舉能夠去玩嗎 而且我說真的 你真的確定林志堅出來是幫審慧紅加分嗎 我根本不認為 我覺得喔 民黨在持續這樣打 然後再讓林志堅持續這樣討 我認為 沈慧紅的民調會持續往下掉 我認為會 因為 你們現在搞得太難看了嘛 然後把一個作弊的人 把一個不知羞恥的人 還讓他到處跑 然後讓你是要顯示出 是怎樣 告訴小朋友們 你看像叔叔一樣 臉皮裂人這麼厚 以後就天下無敵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真的覺得 他每出來一次就是做了一次最壞的示範 真的拜託林志堅 你就算不為別人想 你為你的家人想一想吧 為你的孩子想一想吧 你可以不要臉 你可以厚著臉皮到處跑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要不要做人 你真的為他們好好想一想 拜託你 我們先感謝 潘田園 那個因為我回應一下網友 就是 春嬌跟致名春嬌的歌詞 沒有 因為不用改 裡面的 歌詞 情景實在是太合適了 而且可以改成男女對唱 周玉寇 陳時中 先唱第一句 我跟你 最好到這裡 周玉寇唱 你對我 已經沒感覺 老家當地 你也不用愛我 好 歌喉就是隨便 我補充一下 最後還要 牙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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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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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牙醫 你可以當他今年的這個 競選歌曲 我們之前跟周玉寇直播 我們就說是陳時中的競選歌曲 在下面一直喊就好了 牙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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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算 牙醫牙醫牙醫 謝謝我們兩位的表演 表演結束了 感謝我們陳彤耀的斗內 說是 佩萱怎麼一部聽不下去 我要喊 對 陳彤耀的斗內說 事情沒有這麼單純 之所以要打這麼多污賊戰 關鍵就是在不給對手打疫情 跟各種奇怪的防疫特別費用的濫用 所以找了一大堆奇怪的議題出來打亂打一通 都沒有關係 重點中央就是DPP來執政 地方再掉多少的席次 他們也不怕 重點就是後面的水很深 有很多不能被挖出來討論的 非常感謝我們陳彤耀幫我們Cue出來了 陽明哥 你今天跟 今天這幾天之間你挖了很多出來 當這個地震發生之後 大家再關注的是巴德的這個羽球場 結果我們才發現還有民主游泳池 那民主游泳池 先不講他的工程懸浪多久 結果他現在開始又從零開始了 20號又上了這個政府採購網 重新開始招標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這個 剛剛傳出來的笑話 你知道民進黨的官方LINE 他剛剛傳了一個訊息說 他們正在台中辦這個創黨 36週年的這個 這個音樂會 重點是他說 他說大家午安 今天 是民主進步黨 創黨 36週年 各位 民進黨的創黨日 是9月28號 今天是9月24號 他們的小編連創黨日期都記不得 太誇張了 真的是 你可以說今年是民進黨創黨36年 而且這是官方LINE帳號 這是官方LINE帳號 所以他們官方的小編對民進黨的黨史 都根本不清楚 這個讓我覺得很傻眼 難怪只會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梗圖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桃園 這個案子 巴德的國民運動中心 這個所謂的北景雲計劃 也就是我們12億連結的 這個建築物 這幾天我們已經吵得差不多了 連帶 突然桃園的一些民代 就討論到說 在桃園區 也有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而他那邊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那邊是 2018年 就已經完工啟用 結果到了2019年發現 我們 游泳池 他們本來以為是瓷磚剝落 結果後來發現有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開始要來修繕 可是到了2019年發生什麼事呢 原本這個營造商 他這個就把這棟 這一個建案發了 花了4億多 這個國民運動中心的建案 花了4億多 他的營造商 在2019年開始跳票 財務危機 然後所以呢 不鳥你了 完全不理桃園市政府 所以游泳池修了到現在 到今天 從 去年2月22號到今天 570天了 還沒有 任何的 進展 一個游泳池修了570天 真的是修修臉啊 那 這個 這個案子 問題在於說 就在這個巴特國民運動中心崩下來 天花板的第3天 9月20號 國民運動中心 又招標了 招標了一個叫做 游泳池的修繕的 相關的工程 統包案 那過去500多天到底在幹什麼鬼呢 原來 後來才發現 原來呢 當初因為原本營造商走了 那桃園市政府他們想了一個辦法 因為那個 又是救國團 救國團 承包 這個這個標案 這個所謂的營運 國民運動中的營運 那這桃園市政府就說不然這樣 你救國團先修 我呢 我標一個案 給你救國團 讓你救國團 去自己找包商 來修 所以他那個叫做 緊急 緊急修復的 勞務委託 就說我委託你救國團 再去找外面的廠商 去修這樣子 結果這個案子呢 因為救國團 被認定為中國國民黨的富水組織 這個案子在去年標出去 前年標出去之後 發現這個 救國團也打算要開始啟動工程 結果 黨產會有意見 黨產會說政府怎麼可以給錢給救國團 因為他已經被認定為國民黨富水組織了 所以呢這個工程喊卡 就卡在預算 沒錯 然後呢 這個反正就是這個案子 修善就中斷 結果今年呢 今年3月 黨產會發函給公共工程委員會 問說 請問這個工程有沒有問題 好 結果工程會 我是不是應該要秀一下 這張這個 這個這個 我們再給我們楊明哥稍微找到圖片 因為我們剛好準備20秒要進這個廣告 那我們就稍微念一下 其實有一些東西 等下會繼續討論的 就是剛剛講到9月20號 他這個最有力標案上去之後 1500多萬的預算變成 2024萬 大家新聞大報告啊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命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 多多品客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 不止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